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凭借这部戏《卢天爱菜》成为日剧学院最佳新演奖的最年轻得主 要知道 这个奖项素来有日本奥斯卡之称 然而 从小可爱丹蒙的《卢天爱菜》长大后 却被观众抨击 长残了 这些年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五岁出道 他有着超出年龄的演技 2004年 《卢天爱菜》出生于日本一个高知家庭 母亲毕业于京都大学 这所学校一直被称为日本科学家的妖篮 历史上培养出19位诺贝尔将得主 能考入这所学府的人自然不简单 他的父亲则是银行高管 有着连羡慕的身份和地位 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继续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三岁时的小爱菜匠十分喜爱演戏 也表现出超高的表演天赋 为了支持他的爱好 父母商量后 将他送到了加比KS演艺经纪公司 开始接受专业的培训 经过两年学习 爱菜匠正式出道 一出道就是职业巅峰 出道次年便成功大火 2009年 日记五星筹拍 剧情主要是一位女教师 诱拐被母亲遗弃的小女孩 两人开始逃亡旅途的故事 按照设定 小女孩的年纪应该在七八岁的样子 当时只有五岁的爱菜匠显然不符合要求 在经纪人的一再坚持下 导演才答应让爱菜试镜 结果刚演了一个小片段 导演表情立马阴转情 当下就拍板 就定他了 被爱菜匠的演技彻底征服 导演打破了自己原先的设定 直接说 受虐待的小孩一般比较瘦弱 这样看来 让年龄较小的孩子来演更合适 事实证明导演没有选错人 爱菜匠在剧中的表现着实惊艳 上一秒还笑嘻嘻的 下一秒就哭着求妈妈带他走 对剧本的理解和诠释不亚于成年演员 情绪转换瞬间完成 毫无表演痕迹 这个演技可以说是与生俱来 他笑起来如春日暖阳 穿透人心 哭起来梨花待遇 若人恋爱 由于剧中的精彩表现 如天爱菜被称为天才子异 也就是天才通心 新剧无断 他的超高演技折服观众 2010年 妈妈上院后反响热烈 爱菜匠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个长相可爱甜美的女孩一夜爆火 她更是凭借妈妈 一举拿下日剧学院最佳新人奖 成为获得此奖项最年轻的演员 后来这部剧被多次翻拍 其中就有中国由周迅黄爵主演的 不完美的她 但原版地位从未喊动 同年 电影《新人鬼情味了》上映 爱菜匠凭借少女幽灵一绝 获得第34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新人奖 演技再次得到认可 爆火之后的炉田爱菜邀约不断 片酬水涨船高 身价超千万 据说彼时的爱菜匠拍一个广告 就能拿到250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约140万元 年收入高达1.9亿日元 折合人民币约1100万元 2011年 《再见我们的幼儿园》中担任女主角 创下了日本电视剧史上最小女主角记录 小小年纪 她的演艺之路高开高走 拿到的资源和角色好得令人羡慕 2013年 爱菜匠被好莱坞大片《魂太平洋》导演 吉尔默·德尔·托罗选中 饰演女主童年时期 拍摄过程中 导演十分满意她的表现 称她就是一个天才 表演受放自如 而此时的爱菜匠才刚刚9岁 而她的演技真的是颠覆观众认知 一次彼此惊喜 明天妈妈不再理 她饰演孤儿院的大姐大 表面老实乖巧 实则腹黑小魔女 明明还在满脸泪珠伤心不已 接到吃饭指令后 立马变脸笑容满面 我开动咯 好像刚才哭的不是本人 面对前来领养的人 她上一秒打扮如一个小公主 乖巧可爱打着招呼 下一秒便扯掉帽子 满脸鄙夷与不屑 一副被支配的无奈 日常耍痕也是功气十足 后来这部戏中的小演员演得太好 有关部门担心 对低龄儿童造成不良影响 一度差点停播 即使 如天爱菜的过高热度和新作频率 也一直遭受着外界质疑 出镜频率高 她被质疑是父母的摇钱树 外表可人 专业度高 配合度好的 卢田爱菜 一度成为艳丽的小镖兵 她不仅是影视剧导演青睐的对象 更是各大综艺 竞相邀请的嘉宾 六岁时 她和当户男行 木村拓仔一同参加综艺 软蒙软蒙的她 很是招人喜欢 她还在木村拓仔脸上 留下了甜甜的语文 夸赞木村拓仔帅气 有的对方羞涩不已 连说 我的嘴角已经控制不住 疯狂向场了 有谁能扛住一个 小可爱的真心夸赞呢 除了演戏综艺 艾菜将多期发展 当小小主持人 作评委出专辑 她还曾登上 五个杂志 成为这本杂志最小的 封面女郎 要知道 在中国像张曼玉 张子怡 周迅 李冰冰等级别的明星 才有机会成为封面主角 正因为如此繁忙的工作安排 这些年 艾菜将和她的父母 始终饱受争议 尤其之前网络上传出 她在片场因为太累 而崩溃大哭的画面 粉丝质疑 如天艾菜的父母 把孩子当作赚钱机器 只知道拍戏上节目 荒废了学习 而事实上 艾菜将不仅是天才同心 更是一枚全面发展的学霸 父母在支持女儿事业的同时 并没有放松她的学业 艾菜的经纪公司也表示 他们也不希望艾菜将 因为拍戏而耽误学习 会尽量把工作 安排在课余时间 保证她的学习 休息 艾菜将本身 也是个十分喜欢学习的孩子 她每年读数量 在百本以上 从来没有因为拍戏而落下 对她来说 读书就像刷牙洗澡一样平常 享受其中 乐在其中 她的学业也同样优秀 此前 艾菜将以全日本 前2%的排名成绩 考入名校 庆英艺术中学 当被问到未来规划时 她明确表示 自己想在兼顾好 演艺事业的同时 成为一名优秀的病理医生 事实上 2015年之后 卢天艾菜已经大量减少工作安排 将大部分精力 投入在了学习上 对于工作 学习 这位00后 一直保持着清醒理智的头脑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喜欢什么 懂得如何去争取 去实现 质疑中成长 她成为最理想的后辈 或许是因为小时候 太深入人心的可爱长相 和超强眼镜 卢天艾菜受到太多人的长期关注 质疑自然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除了学业的质疑 她也受到了长相的质疑 2016年 12岁的卢天艾菜 出演新剧《我们的家》 讲授初中生女孩 与外国继母 从矛盾到和解的过程 原本是一部爱与累的家庭剧 却惨遭收拾滑铁炉 观众直言不讳地指出 卢天艾菜长残了 尤其那个可爱软磨的小女孩不见了 其实在柴书看来 容貌到真没怎么变 这是发型的问题 另外可能是多了一份长大好的端庄 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可爱 谁也不能要求一个长大的女孩子 还像小时候那般 蹦跳着可可爱爱呀 有一点倒是很可惜 2017年 卢天艾菜曾自爆自己身高1.45米 如今五年过去 从活动视频中看 她的身高依然不超过1.5米 这对她未来的角色选择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过 炮开长相质疑和身高劣势 爱菜将在同龄年中还是很优秀的 2019年 在日本新天皇即位庆典上 仅15岁的爱菜 身穿有着百年历史的名贵和服 全程零15读完了天皇注词 整体表现落落大方 气质稳稳拿捏 同年 她还推出了自己的书籍 爱菜的书架 向读者推荐了自己的100本私房书单 从前显易读的绘本 到晦涩枯燥的古文 跨度大 范围广 组建她的阅读功底 对于演戏 爱菜也从未放弃过 2019年的星之子 去年的麒麟来了 今年的萍水相逢 严廊下 她依然在稳定地说出着自己的演技 如今 刚刚18岁的露天爱菜 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和热爱 奔跑的路上 18岁 少女时代的结束 青春时间的新开始 勤奋努力的爱菜将 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从天才同心到最理想的后辈 她始终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追逐着自己的内心 成就着最好的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